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8月3日 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233集 常有人问我基金要买哪一支 要投资哪个市场 我的看法都没变 我的做法始终如一 最强的就是美股 最有潜力的也是美股 经济复苏能力最强的还是美股 从2008年金融风暴大跌到现在 你对美股还是没信心吗 你还会去相信那些人 讲美国经济要衰退了 或者美国通膨太严重了 会怎么样又怎么样的鬼话吗 如果连美股都不能投资 那你要投资哪里 是投资中国吗 还是投资俄罗斯 这是历史性的一天 她终于来了 一位已经80几岁 准备要退休的老太太 来到台湾竟然引起那么大的轰动 为什么 因为她代表的是强大的美国 所以你投资的方向 选美国市场会有问题吗 现在是凌晨2点13分 来看一下国际股市行情 目前道琼跌236点 不过纳斯大肖涨20点 美股主要观察的指标是纳斯大 不是道琼 今天台股跌200多点 明天会怎样 看台股的线图 感觉好像不太乐观 看这只股票跌到剩下2块9 买股票就怕踢到地雷 所以我不买股票 有买台股的人 要多保重了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